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州商会来的倒是挺快 不要说话 用心感受 我万人爱 一切尽传奇的 阿哥 咱是不是遇到神经病了 猪有埋伏 好戏就要开始咯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人我们放下了 还请各位好汉放我们兄弟一条生路 我们只为劫财 实在是不想多生事端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还真跑 那 他在看我 难道 他早就发现我了 私药小姐 你看好吧 男女瘦瘦不轻 平森 汪小姐 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你们 别看 闭眼 快把眼睛闭上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个 我看看烧着哪没 小姑娘这是中毒 动不了了 先给你解毒行吧 解 解 解毒 这是我家传秘方 可解百毒 无相扑儿 你找好东西不少啊 行走江湖 丹药必不可少 师父有需要的话 我再给您几副补肾呢 别胡说八道 我肾好着呢 玄天肾把我都按师父用的 气色看着还是不好吧 我好了 不见好色就算了 不像你个出嫁人还敢 又不是我故意要看的 是个男人都忍不住吧 我有罪 反正 反正不许再看 谁再看我 我就挖掉谁的眼睛 我 你干嘛 师父 你从刚才就一直在流鼻血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 走 回去了 我爹肯定击坏了 我可是又救了你一次 师兄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 这话应该我来问吧 此话距今至少五百年了 为何 为何小月儿与画中人如此相似 师弟 解释一下吧 三十一年前 你突然出现在冷泉宗 成为外门弟子 我比你和王妞妞早入宗门 和你们结拜成异性兄妹 你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三人从那时起就发誓 绝不欺瞒彼此 我没有忘 也不敢忘 那就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为何小月儿和画中女子如此相似 但我确实隐瞒了一些事情 灵武宗的存在 就是为了小月儿 我为灵武宗编织的谎言 现在看来都很成功啊 那是四十年前 臭小子 笨大爷的钱你都敢偷 垃圾 你们的钱不也是偷的 装什么什么白莲花 小子被宰了你 那你来啊 我看 耍我呢 好啊 我看你往哪儿跑啊 倒霉 有钱不要灭啊你 想追上我 没门儿 这是哪儿啊 不会有迷路吧 活得不死鸟 谁 是谁 这就被发现了 还有人 好漂亮 坏 坏人 救命啊 爹 瑶瑶 谢天谢地 你可算回来了 吓死爹爹了 感谢无精小兄弟和无相师父 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啊 嘿嘿嘿 其实咱俩还真没干啥 是啊 不战而胜 老爷 茶 小姐回来了 没受伤吧 让亲眼看看 有外人在呢 回去再说行不行 在这个平行领域 一场虚拟游戏 被困难翻拍不开的 仙奈灵灵魂 每一步清醒 我被迫 扮演着翻白的角色 被电影 每天心深处一发 我在燃下 烧烂 凡减一切 曾经只是一个普通人 如今成了游戏中的棋子 但我不会让这种命运决定我的结局 我会超越 挣脱这些枷锁 释放底子自我 挣脱星空的身体 他们希望我成为反派 等我会打破束缚 追寻自由他们可以把我打倒 但我终会站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